BB 喜歡笑 小朋友喜歡笑 連狗仔都會笑 大人都會落極忘形 分享快樂是狗激網站成立的目標之一 這個網站主要給用戶上載有趣、得意的圖片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網友分享 現在狗激網站每月的全球瀏覽量高達10億人次 又獲得美國知名的創投基金注資280萬美元 現時網站更有來自世界不同城市的支持者 這個網站的誕生 除了來自具創意的概念之外 亦都來自肯真金白銀拿錢出來投資的天使投資者 狗激共同創辦人陳展晴說 他們找到天使投資者主要是靠報名美國矽谷舉辦 名為500 Start-up 的創業計劃 不過他們說這類計劃現在門檻高了 通常很多時候現在他們已經比較成熟一點 你就不能透過一個idea或者一個business plan 拿錢就不可以做了 很多時候就是你本身已經在搞一個產品 做一個網站已經有少少人用 而你就需要他們的協助 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或者做得更加大 有人打本做生意是不少人的夢想 但陳展晴說天使投資者帶來的不單只是錢 我們在香港找一個人可以告訴我們 你怎樣去營運一個有過億的人上來看的網站 其實找不到多少人可以幫得到你或者教導到你 但在美國就會多些 譬如我們投資者 有些可能已經將他們公司賣給大型的媒體公司 或者他們是Twitter或者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 他們見證著那些founders怎樣將一間小公司 變成一間大公司 這些所謂熊父子出身的這些經驗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新創的公司來說 其實就很大幫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他們的人物網絡 因為譬如我們911這樣 我們可能散播的渠道 其實很依賴一些社交媒體 譬如Facebook或者Twitter 假如我們在媒體上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隨著正途去做 其實可能你要很久才解決到那些問題 其實不少的天使投資者已經獲得巨額回報 例如Google的其中一位投資者 史丹福大學教授David Cheriton 他當年投資的10萬美元 逐而令他現在成為億萬富翁 陳子晨說這類成功的例子 令到更多人願意成為天使投資者 但他認為 Startup除了要找資金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找到熟悉目標市場的人物 提供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才可以更加容易成功